- 继昨天我们从台北一路骑到台南 来面交一台二手的Insta360相机后 我们当晚就住在CP值很高的安平区民宿 以便一早来吃营养又美味的湿木鱼皮粥 搭配湿木鱼肚 真的是让我们精力满满 为一天的旅游行程先把自己冲搞定 刚刚看的天气 北部的天气从台中以北都在下 所以我们今天就留在南部 绕一号 云嘉南 高雄 屏东 随便绕 看哪里就去哪里 这样的旅游没有负担 睡到饱 然后慢慢走 这样是最棒的 所以我们今天等一下吃完 今天吃个豆花 再来决定要去哪里 女儿介绍了 然后刚刚点餐的时候发现 它有白豆花跟黑豆做的黑豆花 然后都很相处 只是它的配料蛮特殊的 干北部 它没有我们所谓的花生豆花 它没有花生 就是红豆 红豆 绿豆 然后珍珠 它最特殊的还有加迷迷 你看图片 然后或者你要吃原味 原味可以甚至是糖树 然后价格非常的经济实惠 35元 可以加两种料 那我们赶快来吃 好 OK 享用完这拥有50年历史 也曾是国宴指定的 美味的花后 我们在中游安平古堡站 加满游 便往高雄方向出发 舍弃快速道路 我们特地选择台17线 希望在沿路可以看到 美丽的海景 或是未曾造访的景点 果然在太阳的照耀下 沿路的风景 没有让我们失望 广阔的天空 看了就让人觉得很舒服 也非常舒压 从台南到高雄的这段路程 长长的海岸线让人心旷神怡 加上规划良好的风景区 相信假日时一定选许多游客 实在感谢当地政府的努力 让民众有媲美国外海景的休憩区 我们途经从未造访过的新达港 而今天的第一个停留地点 果貌社区就在前方了 它是一处集合式国民住宅群 又称碧海新村 是由海军眷村以1985年改建而成 共有13栋大楼 最大特色是社区第8、9栋 两座半圆弧形建筑 两栋建筑相应合成一个同心圆 由于这里特殊的环状建筑 密集程度跟香港的住宅相似 所以也被称为小香港 不过我们是觉得这边比香港的住宅 还是大很多啦 据传它弯曲的建筑是为防止住户 窥探临近的左营军港 因此每栋楼都设计成 无法一览军港的弯曲角度 而一旦谈到眷村 就代表着附近必定有许多美食 上网一查美红豆浆 梦记早点 无妈家饺子等等 都是必吃的热门美食 可惜这次造访的时间不对 未来一定要再找时间来一一见面 大神我们在哪里 大神带大家今天来一个高雄的果茂社区 这里是高雄早期的眷村 然后因为它的造型是 以前的 以前的造型 以前流行的造型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一秒 让人家觉得一秒就到了香港 所以最近因为它的复古造型 变成很多网红打卡的热门 因为这种圆弧形的建筑物 现在已经很少了 这是X3喔 X3喔 一样的 一样的嘛 拍下子弹 你有带子弹吗 感谢刚刚遇到的阿强 我们跟他借了子弹时间手把 也来玩一下这360全景相机独有的特效 而阿强也对我们中年夫妻 从台北骑车来到高雄玩的旅程 感到惊讶不已 我们也请他订阅频道 到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支影片喔 现在准备要去高雄过港的隧道 现在大概准备要去 好多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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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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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观众们应该记得 我们频道大约在半年前 曾经讨论过避免中年危机 这档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 结交新朋友 我们的影片当中常常出现 我们与别人的对话 不管是在景点附近的人们 店家的老板或是服务人员们 我们总是享受着结交新朋友的乐趣 听他们述说着当地人才知道的意识 或是在地人对各种事物的观点 每次旅行回来之后 我们在剪接处理影片时 再次取决当时的对话 总觉得十分有趣 我们曾被推荐过可口的美食 优美的景点 也被指引过便利的捷径 无特的伴手礼 这些都是我们旅行当中 一个又一个的记忆亮点 所以我们十分建议旅行中 多与他人交谈 你一定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哦 高雄过港隧道是连接前镇区 与骑津区之间的海底隧道 是台湾第一座 也是目前唯一的海底隧道 更是唯一水底公路隧道 全长1670公尺 大家可能都知道 台湾公路最高点是 3275公尺高的武岭 但是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 最低点就是在1984年完工 位于海拔负14公尺的 过港隧道 我们环岛很多次 多个集点早已收纳路贷 就只剩下这个点 从开始回来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才终于收集完成了 当我们经过骑津海岸公园时 被美丽的海岸线所吸引 反正这趟旅行就是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我们就随性的停下脚步来观赏这片美丽的风景 科技日新月异 真的让您觉得赞叹 有了之前新购入的 GJI A7-4运动相机 现在出门旅游变得很少拍照 都是时候再用影片截图成照片 它强大的功能 让我们很多逆光或是暗光的场景 都还是能够清晰可见 这次购入的二手Insta360 X3 可以后置取景 更省去我们取景的时间 让我们可以更专注在当下的美景 真是太棒了 海岸美景观赏完毕后 我们沿着道路漫无目的的骑 没想到让我们骑到了骑津渡轮站 Vincent顿时想起1983年 由侯孝贤导演拍摄的《峰会来的人》 其中的情节 于是我们决定试试看搭渡轮渡海 感受一下影片中的片段 是红海吗 红海100 130 你吸出去 好 快点 你吸溯 好吧 嗨 我来 我来 那是个团岛 做事 他人会拍下的事情 是 可以 他人会拍下的事情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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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好 我来 我来 我去 这里 大叔你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旗巾的渡輪上面 我們本來就隨便亂繞 後來看到那個旗巾啊 可以來做這個渡輪 因為我看到前那個什麼風貴來的人啊 他們很多從旗巾這邊做長度 他們有很多好吃的 不管我們先做的 我剛才在渡輪跟巴黎那個很像 摩托車跟民眾都可以上來 對啊 那邊都是新的大樓有沒有看到 那個85 然後那85是舊的那個是新的 蜂巢那個 對 上網查詢後才知道旗巾的由來 它是一個狹長型的沙島 南北長約11公里 寬約200公尺 有如一隻旗子橫在港外 而京就是過渡陸地或是港口必經的地方 1925年 日本取旗鼓堂皇 京娘永固之意 改地名為旗巾 延泳之巾 該地也是高雄的發源地哦 旗鼓航線連接最早開發的 哈馬興與植樸的旗巾 不僅是其今居民的公共交通渡輪 也是遊客品嘗海鮮美食 走訪古籍老街的觀光交通渡輪 而航線另一端 哈馬興也有非常有趣的歷史 哈馬興原本是海域 日治時期政府在高雄建立港口 為了輸郡航道利用淤泥填海造路而行程 哈馬興名稱由來 是因當地有兩條濱海鐵路 日語稱哈馬興 當地距離以台灣話轉譯稱之為哈馬興 這個地區有許多景點可以遊玩 未來我們一定要再來一次 下了渡輪我們隨意騎乘 看到這旅程許多攤商 覺得一定是老店 於是我們停下來享用這當地的美食 在代天府周圍吃完美食 熱的美食之後 要吃一點冰的 天使 對面 對面這裡 旅行的樂趣不只於探索景點的當下 更在於回家之後知識充實的滿足 說來有點羞愧 我們夫妻生在台灣數十年 竟然對著有著豐富歷史內涵的高雄 還停留在美麗島事件 愛河水質等刻板印象 未來我們一定要再來很多次 來認識這類似台北蒙甲歷史的區域 更是圓嗎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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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成基地叫回家 哇 好大 好 由於來訪的時間太晚 我們就在柏爾藝術特區附近巡遊 當作再次造訪的誘因 繞著繞著看到遠方的大港橋 我們決定前往一探究竟 柏爾藝術特區 原為台灣港務公司的老舊倉庫 2006年高雄市政府接手將該區域改造為文創藝術園區 為了縮短旅客步行參觀距離 於2020年完工啟用大港橋 為了維持船去船隻出入 設計成可旋轉的斜張橋 成為台灣第一座可旋轉的景觀橋 而特區周邊就有數個高潔車站 對旅客來說真的非常方便 然而南部的天氣十分熱情 秋冬會是最佳時刻喔 在考慮了隔日的行程之後 我們決定還是回台南安平區住宿 因為台南的美食實在讓我無法抗拒 除了松村的煙燻乳味之外 明天早上我還想去吃虱目魚與牛肉湯 這次的南部900多公里的麵膠之旅 這樣才算完整啊 人家說台南的牛肉湯只分三個等級 好吃很好吃與非常好吃 所以我們也不捨盡求遠篩選到最後 乾脆直接在民宿附近找了家 評價還不錯的牛肉湯 當作回台北前 對台南的最後回問 這件事老婆昨天晚上花了幾個小時三選書來 就在我們家附近而已 這牛肉湯叫二年 然後咧 事實上他們就沒有寫說 本來不是本科系的 一個是建築系的 一個是法律的 但是後來就覺得要改變 傳統的牛肉湯是電 不過坦白講 它的食材啊不錯 好不好吃 我們是不一定吃得出來的 但是它真的蠻乾淨的 而且蠻乾淨的 其中的 然後醬料都分開 然後還有消毒的櫃子 再消毒筷子跟碗筷 而且碗都是不一樣的 都是瓷器的 都是瓷器的 我覺得是很不錯 我覺得台灣的餐飲業 應該就往這個方面 因為美奈餅這種東西 本來久了就會有質疑 你最早拿個什麼鐵網吧 304的鐵網 說真的不是很貴 你可以用很久 要怕說話 這樣的改變事實上是需要的 而且你看在這種觀光區 比人比較多的地方 他們很早就看你不想做 本來就是台北很多小店 都還是用這個梅奈米 這個是可能要改變的地方 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就出發回家了 在回去的路上 看到路標 路爾門天后宮 就在附近 便過去參拜 同時也參觀一下 這輝紅的廟宇 我們還是要去了 我們可以用這個梅契 避免 它是不會 我們可以用在家裡的花生 我們可以用這個梅契 在這裡 行走 我們不見 我們在這裡 我們不見 我們不見 您不見 我們叫作 Fleur 其实对于重鸡骑士来说 全台各地的庙宇 尤其是中南部 都是值得停留休息的地方 除了可以祈求神明保佑一路平安 很多庙宇旁边都有传统美食老店 所以我们的影片当中 经常出现庙宇的片段 林森在剪辑这部影片的时候 才发现 路尔门祭拜妈祖的大庙 共有两座 另一座是路尔门圣母庙 我们下次来台南一定要去看看 这已经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四十几年了 你看 四十几年 对啊 那我叫路天台座的 对啊 路天台座的 哦 我们周年其实体力耐力都有限 虽然一年四季我们都会出游 但是夏季的高温真的让我们却步 有人说夏天的夜晚与清晨温度都不高啊 但是我们的视力不如过往 视力不好反应也就变慢 路上有木条 石头等掉落物 或是路边冲出猫狗等动物 我们应该都会反应不及 所以甚至发生过我们在一日环岛的最末段 会被自己车灯的反光吓到 真的有够路 尤其是在西冰快速道路这种路段 可能是曾经看过各式各样的掉落物 以及层出不穷的意外新闻 我们对台六一线真的充满敬畏的心 再加上夜间骑程看不到风景 为了我们的安全 我们尽量不夜骑 这样算下来 夏天不能骑 春天有美雨 一年最适合我们中年夫妻骑车旅行的季节 就是秋天与冬天了 所以从十月份到现在 我们已经出游多次 如果您跟我们一样是中年骑士 趁现在这个季节 赶快给自己安排个小旅行哦 这些人一直闷闷不乐 然后也提不起精神 讲话也没声音 后来只是疑问 原来就是没有喝咖啡 说什么没有喝咖啡 没有办法醒过来 而且他喝咖啡一定要加牛奶 人家打泡的那个是什么 那个拿铁还不行 他一定要自己加牛奶 是不是 奶泡喝不到奶油 所以我泡了 我不喜欢 就是要实在的牛奶 你打成泡沫 看起来好像很多 结果泡沫洗掉之后这一点点 环保物食 物尽其用 爱物习物 对不对 我们昨天去吃豆花 然后要加点一碗 他还把旧的碗拿去给人家装 我们去吃 综合鱼丸汤 走了之后还把连行快带走 因为下一家不用再开运刷 哈哈哈哈 省什么 要省什么 我们要按地球 不要制造垃圾 这样讲的对 好来喝一下 现在在台中 我们不是什么环保专家 也并非什么减碳达人 但可能是我们个性使然吧 我们对于环保物食 物尽其用 爱物习物这些事情 还是有自己的观点与做法 举个小例子 Vincent在家里的电器故障时 总是会想办法去修复 不管是问朋友或是上网查资料 能够修的他绝对不会轻易扔掉 就算是要报废的物品 他也会留下功能上好的部分 以作为未来修缮的零件 我们不是负担不起 而是由衷不愿浪费 这样的做法或许有人觉得寒酸 但是孩子们都认同我们的坚持 也跟我们一样用自己的方法来爱地球 好啦 这集就先这样咯 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看法 又或是想推荐必去的景点与美食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